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 其设立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 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 为人类文明做出极大贡献的文化 科学 文学 思想大师们 保护知识产权 每年的这一天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请看报道 北美亚洲国际大舞台 特此为这一天策划了一场 为春天的祝福主题的 全球名家经典大型诗歌故事音乐会 北美亚洲国际大舞台总导演兼策划 陈莲宏女士将组织这场诗歌 与音乐碰撞融合的视听饗宴 并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朗诵名家 用他们最美的声音和表演 向您精彩演绎古今中外的名著佳作 以春天的祝福送出您的心声和故事 从相约春天 春天的脚步 追风筝到香音 您将欣赏到朗诵大师们 精彩分成的情景剧演绎 还有千人心脾的视觉艺术和大舞台团队 精心编辑的修士顿的风采节目 让世界了解修士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